我想這樣講 就是說當在桃園市徵召的過程當中 其實殷系對徵召林志堅 本身就有不同的意見 不同的意見 當然你說殷系的不同意見 我們都知道 殷系裡面為首大概就陳明文 當然跟陳明文配合裡面 還有選隊會裡面的以前的黨秘書長 洪耀福以前他嘉義縣的官員 那他們對林志堅參選本身就有些意見 當然林志堅參選有些意見 各位如果回過頭去想一下 當初四大公投一結束以後 馬上推足足合併 然後裡面還有一項叫做嘉義縣 嘉義縣合併 陳明文當場跳起來 後面建了蔡英文以後 他也同意足足合併 那當然我們就知道 建完了以後 你會同意足足合併 那就沒有加加合併了嘛 那一路開始到一路走到現在 其實那時候就已經不太贊成 對林志堅選桃園有意見 那又出了這麼大的事 那加上之前嘉義縣是合併的問題嗎 所以你說英系兩個出來講話的 在群組裡面講話 剛好都是嘉義縣的嘛 OK 所以大家認為他是一個過去累積下來 一路走過來 那當然這一次林志堅 其實我聽到的是三天前 他跟人家講的時候 就是蠻腹委屈 就已經表達想退 一直到 一直這樣 當然他最熟的大概選退會 就柯建民他們 就在聊的時候呢 他一直表達想要退 一直到今天早上 聽說林志堅的態度 從堅持到堅持 堅持選 堅持不 要那個不選要退選 聽說他今天早上表達的意願 是非常堅定 他有到選退會去 陳述他的意見嗎 還沒有開選退會前 就早上就已經 就已經聽到他表達他非常堅持要退選 那因為大家勸他 他表達的非常堅持 也就只好開選退會 所以柯建民在林志堅非常堅持的時候 因為他也是選退會成員 他就先找了鄭運鵬談 告訴他林志堅非常堅持 如果也同意林志堅退 那你就準備啊怎麼樣 那當然鄭運鵬也沒辦法 那如果不是林志堅 那也沒別人 其實回過頭來說 說一句白一點的話 當初民進黨在要徵召林志堅 跟鄭運鵬裡面 在參著的時候 在糾纏的時候 在官邸會議 當然小英有提到林志堅 責成鄭運鵬要下去跟他們協調 所以五月底有了一個 把他們下來協調以後 鄭運鵬 禮讓嘛 就是說如果有能力怎麼樣 他也不是很堅持 那他也說其實他在立法院當立委 還有當黨團幹部 他覺得蠻快樂的 所以他不堅持續 但是當時的民調 當時黨內做的民調 鄭運鵬是第一名 不是林志堅喔 OK 不是林志堅喔 第一名是鄭運鵬 第二名是林志堅 第三名是鄭保慶 雖然鄭運鵬贏林志堅 不是很大幅度 但是第一名是鄭運鵬喔 嗯 那雖然就是說 那鄭運鵬不堅持 而且民調 雖然你第一 但是領先沒有很多 所以才會變成林志堅 那林志堅誰要 那我們都很清楚嘛 就是小英跟鄭文燦要嘛 所以協調出來 那鄭運鵬也讓嘛 所以你說鄭運鵬跟林志堅 對比鄭運鵬一定弱嗎 不見得喔 當時的民調 不是鄭運鵬輸林志堅喔 所以談完了以後 就因為很堅持 那就弄了嘛 那當然 你說外溢效應 是不是影響什麼一大堆等等 當然這是一個林志堅 個人很堅強的意志不選 那當然周邊的很多因素都有 你包括來自於同志 當然你說同志說 相信民進黨還相信台大 你說對林志堅是不是一個傷害 那當然也是嘛 這是來自於黨內的嘛 是包括高嘉宇委員說 你自己都不撼會你們清白 我們怎麼把撼會你們清白 等等的一些因素 所以在三天前 有跟人家聊的時候 就說想退 OK 一直可能到中華大學啦 乃至於說一些黨內同志的一些群組裡面的流出來 等等啊 讓他今天早上是跟大家表達非常堅定的詞 OK 東豪怎麼樣 這補一點點 因為剛剛在line在問了 聽說就是這兩天林志堅也分別跟鄭文燦跟曾蔭鵬講過 然後跟好像不是同時 但是他跟曾蔭鵬講的時候 就跟他講你要做準備 所以大概只是我們從 因為蔡英文跟林喜耀的動作 大家就沒有注意到這些事 因為我剛剛講 有很多時候這是雞生蛋蛋生雞 就哪一個你知道 就是當大家都會看到民調 看到很多社會輿論的一些 這些狀況的時候 可是對於黨中央來講的話 就也表達力挺的一些態度 可是當力挺的時候 那個過程不是有一個新聞 就是在中職會的時候 當小英總統下來說 大家相信同志 媒體上不是講說 那個所有下面的留言 照理來說 四萬多則 四萬多則 可是說民進黨裡面有藍溝溝 喂 你有藍溝溝 他說他起不進去啦 他說他那個 因為照理來說 民進黨一定會表達大家力挺 或什麼 可是在媒體報導是說 沒有民進黨裡面的委員 或什麼在那裡面表達一些意見 我不知道這些會不會 所以也會讓林志堅會覺得說 那你們大家為什麼這樣子不挺 或什麼 委員會不會這樣 因為論文事件已經發展一段時間了 那不是這兩天三天的事情 那基本上他剛發生的時候 那民進黨內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 你大概就做一些準備 那民進黨大概那個決策模式 雖然離核心有一段距離 文主上就算是主席他先問各派系的意見 嗯 然後他問黨團領袖的意見 他甚至會打給每一個縣市長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那當時黨內因為剛發生嘛 你也不能說說換就換 所以後來就一個比較大的折衷就是 那等這兩所大選去鑑定這個論文 OK 看那個論文到底如果台大現在判出來是是 論文沒有事 那如果這樣台大判出來就不會再出現中職會上講說要力挺啊 因為如果等這兩所大選那時候就應該比較比較不在這方面強硬表態啦 那你話點是因為你覺得他抄襲嗎 如果你如果你做對你對那個論文論文 如果台大馬上出來那個就這樣的話 那感覺上也不對 基本上你基本上你還是要支持相信相信同志 因為因為那個那個那個議題兩面 重點是不管是這個已經不是適時與否的問題 可是你沒有辦法說服社會 沒有辦法說服輿論還有你的支持者 那民進黨當然也因為不大會選舉 那你就要務實一點 如果不會選舉的話那怎麼辦 最務實就是民進黨用所謂的民調 那民進黨每天做民調 我個人知道的上一次每天做民調 當年柯文哲第一次出來選的時候 民進黨要不要決定兩階段 對不對要不要跟柯文哲合作 炸野大聯盟 那首都我怎麼可以不提民 每天做民調 你發現柯文哲最會吸引中間選民 民進黨也是在這種狀況下 還是要有一些根據啦 才決定我未來的一個決策 所以你覺得這次也是看了民調嗎 這次大概大家看得很清楚 剛創下有沒有看到了 就是林志堅的支持度雖然沒有跌得很深 跌而不崩啦 只要是因為張善政太可愛了 所以傳善政如果強一點 我們早就做決定 哈哈哈哈哈哈 沒換這張善政害的 這時候還要再考試一下 但是林志堅的整個 那種什麼好感度就崩盤了 跌了五十幾趴 那你這個就表示你形象破滅 那同時你在黨內當時的最大公約數 就是那就先鑑定這兩國論有沒有 那現在台大說有問題 如果中華大學再有問題 你承受得了 你一定受不了嘛 所以再重點是當事人也願意退了 林志堅在更早前幾天前 他大概也表達 如果主席你決定什麼我就做什麼 那接下來是要有人願意接啦 曾經平一開始也不願意接啦 因為他已經信心淡淡說到不接了 他還是會有這樣的 他已經挺他挺到這樣子 人志意盡到這樣 對就是說就是說 曾經平也要願意接 因為這個時候我說過 戰場很混亂嘛 那你現在跑來得及嗎 那你要怎麼開始選 所以一定要是當事人願意退 然後也有人願意接 那這個事情就比較能夠就完成 還好啦這個速度上我覺得還來得及 還附到登記嘛 最起碼還沒有登記 如果如果台大陰一點 你下距下距 你拖到拳前 那9月3號 登記完隔夜 他說因為那個鑑定的還不是很清楚 再延一下 我覺得對當事人也是個煎熬啦 就是說你如果你是個清白的人 結果現在大家都不相信 那個會更痛苦啦 所以我覺得如果這樣子的話 對民進黨來講 重新在整理戰場 桃園贏的機會很大 因為你很難得遇到張恩正正的對手 一個還不夠 還有一個講話 這兩個人非常像 所以民進黨 民進黨現在 谷底的跌身 這個對四季是影響是很大的 當你整個部隊忙忙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突然間 有個很重大改變 那當然整軍再發 那個四季在談起來很快 真的